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欢迎来到今天的高层现场双玉闻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块来讨论的是 大家看到这个题目字面上会觉得 好像有点严肃或者是这个到底是什么 我感觉没听过 待会我们要透过节目告诉你 到底什么是智慧型的运输系统 跟我们的生活环境又有什么关系呢 没得到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 就是我们大高通市的交通问题 我们先来介绍今天在场的贵宾 首先来欢迎的是我们高层市议员黄树美 黄议员欢迎你 主持人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议官 好 我们欢迎黄议员 继续帮大家来邀请到的呢 是我们高雄市绿色协会的总干事 鲁台银 卢老师 欢迎卢老师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鲁台银 欢迎卢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接下来这一位呢 谈到交通最重要的高雄市 最重要的一个局处 身负重责大任 那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的是 高雄市的交通局局长 王国财工局长 欢迎局长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为什么我们今天 要邀请到我们三位的与会贵宾 和我们高雄市民一块来关心的是 大高雄地区的交通 这个智慧型的运输系统 到底要怎么样来做一个 有效的发展 尤其是在县市合并之后 全是因为呢 有一个国际性的智慧型交通系统的 运输的论坛呢 在高雄举办 带一下来看这个开幕仪式 高雄市长成局大力敲锣 第十一届智慧型运输系统 即亚太论坛交通科技展正式揭幕 身为主办城市 成局市长除了热忱欢迎来自 二十个国家六百多位贵宾 参与经验交流之外 他也以县市合并为例 期许大高雄未来结合创新科技 打造成智慧城市 市府团队 一起火散 应用创新的科技 我们要前提发展智慧城市 我们要提升整体的经济 管理效应 还有我们非常重视 我们市民的生活品质 希望能够提供大高雄市 最优质的经验 从智慧公共交通系统到 易卡通票证整合 成局表示 高雄市交通发展逐渐展现 现代都会新风貌 而会议议程丰富 集合学者专家 共同为城市交通进行把脉 为了拉近专业和民众间的距离 进而了解智慧型运输系统的发展精神 主办单位也安排交通科技展和儿童会画比赛 希望以深入浅出的方式 让民众了解智慧运输系统 和民众密不可分的关系 港独新闻黄蓝军刘志善 采访报道 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和大家一块来讨论的就是大高雄地区的交通 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更有智慧呢 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谈到嘛 大家听到这个台北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这到底是什么都没有 但我们这第一个问题 就要请我们的局长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到底什么是智慧型的运输系统 那可能对于高雄市民来讲 你的生活周边就有哪一些呢 我们先请局长跟我们大家聊一聊 就是这个智慧型运输系统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但现在在高雄用了多少 智慧型运输系统大家最常看到 就是高速公路电子收费 电子收费就ETC 对 它经过是不是这个 就用通信的技术直接扣款 这是一种 那我们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交管中心 像高雄市目前有一个交管中心 在柴隧大楼的21楼 那里面我们现在监控了 大概1800个路口 那这个就是说 我们1800路口在我们城市的眼端 都可以把它及时的资讯 放到我们的交管中心 那传统如果没有这个交管中心的话 就是有一个地方 刚耗制坏掉了 或是甚至是红利灯跑掉了 我们都要到现场去修理 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知道吗 对 都不知道 所以有时候会很多天也不知道说 耗制坏掉 现在有这个交管中心就是坏掉了 我中心马上知道 然后红利灯如果有问题 我在中心又直接来改 这是大家可以看到 另外一个大概在高雄市 大家公车可以看到 我们高雄市大概800台的公车 通通装上卫星定位系统 对 然后我们也同样跑到一个中心来 那透过这个中心 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车子的位置 在哪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公车在高雄市 是全部都装上卫星定位 然后透过通信的技术 把它传到中心来做我们的调整 那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派车的时候 也知道说车子有没有太近 把那个搬距拉得平均一点 这都是一个在生活上看到 智慧型艺术系统的一部分 是 刚刚我们局长举了两个例子 就可以发现 其实这个尤其是交管中心 可能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 这个三边宽利这个路段 明明他可能说在一个时间点 他就比较容易塞车 那他可能就透过这个交管中心的 这个算是及时传输回来的画面 你就可以稍微去舒缓一些车潮 就大家会觉得说 这交控比较流畅的话 这个中心他可以发挥一些功能 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等公车 或是要坐公车 那时间怎么掌握比较好呢 没想到这一套这个系统 他也可以告诉你就是说 可能十分钟之后哪一班车要来了 是不是这个时候 我们再出几单车 会不会浪费时间 好那当然了就是说 对于局长刚刚举的这两个例子 同样的呢 我们还是要请教我们高崇市民朋友 我们请问我们的市民朋友就是说 我们刚才听到这两行 你觉得说有够方便 还是看你的建议是什么 我们都看到你卡电话里面 才我们这会来讨论 其实我们刚刚在一开始 节目一开始看到的这个VCR 它其实是一个为期三天的亚太论坛 那当然在这个论坛当中 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各国的算式交通 专专业的精英来到高雄开这样的一个会 为什么现在大家对于这个智慧型运输系统 相对是这么样的重视 这边是不是请教一下卢老师 因为应该有全程参与 因为我觉得参与这个部分 我站在的观点其实还是在环境的节能的部分 因为这个交通越有效率 我想它的这个节能就会越可以达成 我们包括我们透过很多空转的这个车子 在路上产生更多的停等等待 然后公车的没有效率 甚至于发生很多问题 没有办法及时达到救援 这个也都是会对整个环境上会不好 那目前当然在全世界你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会议知道 其实已经非常进步了 中间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我们发明了这个智慧型电话 有很多智慧型电话上面都有软体 那个其实不只 我们刚刚因为我们还没有到达那个商务的机制 高雄其实以市政府来讲 今天从这几年推动这样子一个智慧型的这个系统 其实已经都蛮国际化了 那因为我记得2005年我去柏林的时候 柏林刚刚开始这个系统 他们的容量没有那么大 他是在一个柏林的一个旧的机场的 他们那个交通局的里面 那当我们也很巧那天看完了这个展示完了以后 马上要到去坐火车的时候 就发生一个路口的问题 他马上他们就在大概差不多不到5分钟 他们就来了 立刻就发现 他们就马上就 他们监视系统就说 你的红灯就一直变成红灯 他马上 这个东西其实 在以电脑来讲 并不是太大困难 那你看他1000多个这个监视器 但是他只要看到 他有一些感应 只要你这个车子在那边一直 为什么这个车子怎么都是感应上 他这么一直不动 那他就知道有问题 他马上就会跳出来 跳出画面让监视的人看到 他甚至于就会有一些警示作用 现在智慧型的东西 其实坦白讲 现在电脑那么发达都没有问题了 那话也说回来的 对 问题就是钱的问题 高雄市其实已经花了这笔钱 我觉得这个我们必须给他非常大的肯定 那但是问题再进一步的是说 这个心脏我们已经都有了 大脑都有了 现在整个这个市区的这些 包括没有错 这样的公车也有了 那问题是公车 如果说800辆的公车 我们当然其实坦白讲 我们都觉得还不够 那如果更多 其实我了解 我们那个容量都还够 甚至于这个都还有更多的 功能 他甚至都还有什么 消防救灾各方面的功能都有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接下来是要更多的 就是你有一个很智慧的大脑 你还要可以继续再开发 但是开发的过程当中 配套的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要用一点经费 我知道市政府在做这个智慧型系统的时候 其实已经花了一些经费 但是我觉得后续可能还要再扩张的时候 还需要一些经费 那所以我感觉这个经费可能 是不是议员可以来多争取 其实对这个聪明的城市 我觉得管理其实比建设更重要 那管理其实还是要有一些 现在都有这些器材 问题是这个器材 刚刚是要怎么使用 做的要去购买后续的这些东西 是我想这个后续要怎么样来进行 一个也许是扩充或者是更好的运用 它可能还会有 尤其是在今年来讲 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县市合并之后 那可能说你本来的这一套系统 它相对在运用的范围 它是在原高崇市 那或许现在对于江湖局长这边 对于市府来 团队来讲 它面临的挑战是 哇 服务员辽阔之后怎么办 对不对 像说我们这要成功的 我们的议员就是说 健康管理学党没分了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势必是在一个 你要让它所谓的平等 坚固的状况之下 刚刚卢老师讲 这个经费是很实际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这个智慧型运输系统 它是要用现有的基础设施去发展 就像说我们看到公路 其实还有很多问题 运输系统不是那么的便利 包括说蜡马夏那边 其实你都茂林那边 其实你整个公车的系统 运输系统都没有整合起来 所以你现在变成说你硬体没有把它做好 你软体的部分出来了也没有用 所以变成说其实呢 运输系统这些都发展蛮久了 就在先进的国家 包括欧美、日本 其实他们都发展的 已经到一个成熟的阶段 那高雄呢 其实它也很贴近我们的生活圈 对 就包括他刚才说到公车 我们都知道 咦 什么时候又几分钟会来 但是我们一段 有时候20分25分也都有 虽然我们已经知道说 我们还要等几分钟 但是我们等的时间还是太长了 就是同样要等很久 包括一卡通的整合 是不是有法跟台北市的 悠悠卡整合起来 这个也很实际 也很贴近我们生活 其实这些都是未来 我们这个智慧型运输系统 要去做的事 所以我觉得应该 还有在加油的一个空间 是 其实这个智慧型的运输系统 说穿了它的概念非常的简单 就是说你以前会觉得说 奇怪 这个车上 弹那么久 奇怪 都没有修理 现在很快 譬如说你等公车 以前你会看到公车的站牌 谁说可能10分钟一班 15分钟一班 到底几分钟一班 你感到嘴嘴等 现在你可以透过这个系统 了解说它差不多 几分钟可以来 你去坐这个坐纹 你这张卡 有时候你坐纹 不常常坐在台北坐纹 的悠悠卡同样 以后你坐坐纹 可以坐公车可以 不一定你去台北坐坐纹 也可以 去便利商店买东西 也可以 当你的生活越方便的时候 就会发现这个智慧型的 这个运输系统的 它的影子如影随形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你会发现的是 好 那究竟是什么 可以让它变得更好 如同刚刚我们来宾 已经有稍微先提到一些 就是说你可能未来是包括说 你怎么样让它的成果 有效地延伸到 尤其是远高崇线的部分 然后再来就是说呢 你这一些智慧型的运输系统 你要怎么样 可以让它使用的面向更扩大 包括刚刚卢老师有谈到的 一件事情是 他可能可以帮忙救灾 那这是怎么回事 可以问一下局长 请教一下局长就是说 它明明是交通 怎么又跟救灾有关系呢 所以现在这个部分 它的概念是什么 对 就是说 美国在2005年的Catrina巨峰 她是在纽澳梁 那她发生个情形 就是说 巨峰来以后带来淹水 对 结果很多人都不知道信息 都BANN了 知道信息的人 就是开着车要往高速公路跑 结果在高速公路 几个路口找到 全部塞在同一个路口 也就是说 它对于要疏散到哪一个路口 不知道 比如说以高雄来看 你倒是从九炉走 中正走 你不知道 所以这部分 在这个美国政府 它就对于 他们所谓 智慧型艺术系统的系统架构 做一个很严格的规定 从2005年开始 所有的这个交管中心里面的 政策设施 要跟我们的消防 就是我们119 在美国是911 要做一个整合 也就是说 透过我们这个系统 一方面再看路况 也把路况里面 包括这个土石流 路面碳湾 还有刚才谈到桥断掉 这部分信息收集以后 传给我们的119 由它来做救援 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念 在我们这个高雄市非常重要